就是把资料已经抓下来之后 那可以看到 里面资料虽然已经抓 但是会多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包含就是每一列 底下都还有日期开 就是日期开头的栏位名称 所以这些可能要全部删掉 那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要删掉这些重复的列的话 通常就是 可以往上去追踪 如果A栏里面的资料等于日期的话 那就把它删掉 OK 不过应该还有更快有效率的方法 不过如果资料不多的话 当然这样写就OK 那所以呢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用那个 看吗 筛选 筛选也可以啊 再把它删掉 对不对 所以要不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筛选 那资料里面的筛选 然后筛选里面的话 就把里面所有的日期开 日期 找到 然后呢把这些怎么样 把它delete掉 对不对 但delete掉会有个问题 它会留空白列 所以最后你还是要把那个空白列 拿掉 不然的话 往右键 你不能delete 你要按右键删除列 你删除列就OK 只是说这样子 把它写 要把它写成VBA的话 你可能要录制聚集 再把它加进去 也OK 只是方法很多 我想这里面 可以 特别之后 只能用删除列 再把它最后恢复回来 你再往下看 应该就没有了 这也是一个 所以你可以用录制聚集 然后把它做完这些动作 然后再来的话 用呼叫call 那个程式 那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最后来用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部分的话 当然如果你程式不会写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怎么样 用那个资料剖析的方法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用录制聚集的方法 动作的话 那1先在这边产生1到6的号码 所以1到6 按ctrl键 再来的话 把这边的资料 剖到这边来 最后把这一栏删掉就好了 特别的话 放前面也没关系 反正总共6个号码 所以 那剖析的话 特别这边1到6 录制聚集 所以前面我们讲录制聚集 然后就这边 记得资料剖析的话 那你在选取的时候 一定要选 不是选整栏 是要选你要剖析 从B2 ctrl去个向下 OK 然后再来就是 做资料剖析 那剖析的话 我们基本上中间会有斗点 所以你用分格符号 下一步 然后用斗点的方式 下一步 然后再来 把目标储存格 放在B2 OK 然后按一个完成 最后呢 把这边 整个删掉 并且把这几栏 做自动栏宽设定 那就完成了 OK 所以基本上 这些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 第一个当然 删除列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 比较重要部分 跟刚刚不一样的地方 就刚刚是用录制的 这个是自己写的 删除列 里面的话 记得删除列是倒过来 从这个范围里面的最下面一列到第二列就好了 然后后面一定要加step-1 如果他的A栏里面是日期 然后就把那一列给删掉 OK 这个方法是自己写的 如果你要弄录这句也OK 反正其实我觉得工作上能够达到那个目的就OK了 方法可能有超过10种以上 可是像我的习惯是哪一种方法程式越短 然后动作越少 那就是首选 OK 所以你千万不要找一个很花脑力的方法 然后太复杂了 所以方法很多选项 你就选一个比较简单的 那再来的话 资料剖析 所以我刚刚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 你可以用那个有个语法叫split 也可以切割 但如果你不会split的话 你可能就是用刚刚我讲的录制 所以录制的方法就是 我这边有写注解 这边然后把它Ctrl-C 也许你可以先用这 或者你自己录制一下 就是我刚刚的动作 我有加注解 最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程式 这一段跟这一段 不需要重写 你用call 我们前面讲过 call什么呢 call 控一格 把这个删除列 把它加到这边来 然后最后的话 再call那个资料剖析 这样的话就一气呵成 所以刚刚的程式 录制下载完之后 然后就把那个不要的列删掉 做资料剖析 所以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全部就完工了 所以这边再跑一下 等于是这边射中断点 理论上 就是他也是一样呢 从第一个page到第16个page 分别帮我把它抓下来 一样是抓web 第五个 这边多余的列的话呢 一样瞬间 他会call底下 所以帮我把底下东西全部 三光光 不过也是瞬间嘛 感觉没有KK的 资料剖析 ok 那最后的话呢 因为栏宽没有调整 所以最后呢 我会再加一个什么 栏宽自动调整 叫colors 点什么 Auto fix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所以如果这边跑一下 那等同就是 所有的栏宽自动调好了 这样的话呢 感觉就一气呵成 ok 所以请各位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这两段 然后呢 Auto fix加上去 再来其实 资料剖析 这个也是我觉得 因为程式你会发现 我用录制聚齐的方 录制的话 录下来总共会有 五段 其实也有点复杂 所以这里的话呢 是不是能够再让它更精简 如果我今天 我不要用这样的方法 我要用一个方法 VBA里面有一个叫Spritzer 这个Spritzer 它的原理原则是这样 就是 假设了 我这边是一个储存格 我如果要把这个储存格 切割到这边 假设第二到第一十的话 那其实 它的语法是这样 我们可以 假设有些功能 你不太熟的 你可以直接在 检视里面有一个叫 即时运算的视窗 Ctrl G里面 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打打程式看看 这个即时视窗的话 那比如说我今天 如果我要试试看 请你帮我把 那个 这边 这个叫Range B2 里面东西 帮我切割到 D2到 I2的话 那记得因为我 要丢哪里放前面 所以我先告诉他说 你帮我把那个 Range 把资料呢 未来就放在 D2到 I2里面 那我要怎么切呢 基本上的话 等于后面 就用那个BBA里面有一个函数 实际上就是也叫方法 反正那个方法叫Sprits Sprits OK 而且 Sprits不只是BBA 其实其他语言都有 Sprits这个 Sprits顾名思义 有点像资料剖析 但是因为资料剖析 你要入很多行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又想要把那个资料剖析的功能 再更精简的话 其实你可以告诉他说 我要Sprits哪一个呢 在Range 哪一个 这个应该是 一个物件 Range 哪一个出称格呢 你帮我把那个Range B2里面的资料 帮我Sprits 但是你要告诉他说 你要用什么做分割 那我要用 那个 逗点 因为他这边是逗点隔开 OK 好 这样的话 应该这行程式 基本上打好之后 你把它按Enter 将来 当然你可以把它写在你的程式里面 跑个回圈就好了 从I等于DL到最下名列 就多多做这件事就好了 Enter一下看看 Enter OK 有没有发现 他就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些 有没有 Sprits到这里了 有没有看懂 好 好 这样 还是 如果你打个问号 是说你要把东西print出去 问号是print的意思 你打print也可以 只是说因为 当然打print跟打问号 当然一定打问号 对 现在是说我们不是要print的东西到下面 而是说我要把这个东西帮我直接就切割到这边的话 那你就前面不能加问号 因为如果加问号 他变成 他会 他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OK 因为你现在只是做一个动作切割 而并不是说要输出东西 OK 除非说你print的话 你就跟他说你print这个东西好了 你先帮我把那个 range B2里面东西帮我print出来 Enter 有没有他就会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 里面放什么东西 他可以print 但是sprint是一个动作 OK 他并不是要输出什么东西 那也可以想想看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刚刚那个资料剖析那部分 又可以再更精简 写个回圈 Sprint 全部OK了 只是说这里可能 其实要改也蛮简单的吧 就是刚刚的资料剖析又可以再 哪一段呢 这边嘛 其实自动填满这边 这个底下这边 删除 删除 删除这里 这一些可以把它改一下 改个回圈就可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